音樂 音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Regina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Get Ready With Me的日常系列 其實就是我的日常出門前的準備這樣子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 Get Ready With Me吧 早上起來的時候我喜歡先用這種髮枯 然後先把頭髮枯起來 當然還要有這個居家超好用的鯊魚夾 然後我會喜歡把頭髮先架起來 那因為現在夏天嘛 雖然我是乾性肌膚 可是因為夏天的時候還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所以皮質會分泌的比較旺盛 所以我的臉會比較容易出油 會比較容易長痘痘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一定要再洗一次臉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家的禁止是涼臉的 所以就是會有一點反射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那洗臉的部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慕斯狀的洗臉產品 因為這樣就是不需要搓我 它就會有非常綿密的泡泡 我自己是用牛乳石鹼這個牌子的洗面慕斯這樣 然後用了蠻多瓶的 因為它的價錢還蠻便宜 這一瓶用了有十幾瓶了吧 就是我用完就會回購 用完就回購 然後這一瓶的均價大概都是150幾左右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泡泡 它是那一種有一點濕的泡泡 它不是那種像碳酸洗鹽那種泡泡 就是非常的紮實綿密的那種 它雖然是比較濕的泡泡 但我覺得它清潔效果還蠻不錯的 然後它洗起來的感覺是比較舒服的 就是不會有太過的刺激 自己是覺得它夏天的時候洗起來會有一點點不夠力 像是夏天的時候有時候洗臉你們不覺得就是洗了一次之後摸你的臉頰 尤其是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還是有一點點油脂的感覺 就是那種好像沒有洗乾淨 因為通常洗乾淨你會覺得有那種奇怪的感覺 你們知道嗎?就是鼓溜鼓溜 但是有時候這一瓶在夏天的時候比較常發生那種就是我洗了一次 覺得好像還是沒有洗很乾淨 所以我會再洗第二次 一個禮拜大概會有一到兩次使用就是洗臉肌 就是當做一個日常自己的去角質的臉部保養 因為洗臉肌它可以比起用手搓的方式來說 會能更深入的清潔你的毛孔 這個是我大概三四年前就是柯萊莉剛進來的時候 然後有跟我合作然後拿到的公關品 它的型號是PLUS 然後它非常好用 如果我這一台洗淨機壞掉 我應該還是會只淘藥包再去買一台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的鼻子跟下巴是比較容易出油 還有長粉刺痘痘的地方 所以我會在這兩個部位做加強 我個人的小習慣是我洗臉完之後 我不會用毛巾來擦臉 我的習慣是用衛生紙 毛巾其實是非常容易自身細菌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不喜歡拿毛巾或是浴巾 這種東西來擦我的臉 那清潔完了之後 就可以趕快來上保養的步驟了 這是我進這幾個月來的新歡 就是我之前是用雅樣的 然後因為雅樣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用到後來噴頭會有一點點怪怪的 所以我換了一個牌子叫維茲 我會均勻的噴灑在我的臉部 然後有一點點帶到脖子也沒有關係 然後輕輕的拍開 因為剛洗完臉的時候我的臉會非常的乾嘛 那它可能會有一點緊繃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趕快拍上溫泉水 我很久以前就是有臉部大過敏過 那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我可以試試看那種比較溫和的化妝水 就是先暫停手邊的那種 有很多功能的那種化妝水 如果我今天想要快速的敷個臉 然後不想浪費太多時間的話 就是我會用SKII就是青春露來濕敷一下 然後大概敷個一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搭配就是可以濕成無片的那個完三化妝棉 然後青春露大家也知道就是它濕敷的效果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就是要拿來濕敷的 不是當成化妝水 精華液的部分就是我講過一百萬遍了 就是我用很久的這一瓶 這個是水潤蘇醒系列的就是保濕精華液 那它是很單純的那種玻尿酸保濕精華液 就是單純單純到就是它只有保濕功能 我是會過敏的膚質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我的精華液就是比較溫和一點 就是保濕要做到好比較重要 所以我自己是用這一瓶精華液用蠻久的 也是用了有我覺得超過十瓶了很久了 這也是從我第一次拿到他們的公關品之後 就是愛用到現在 像我自己有時候也會自己套腰包 就是再回去跟他們回購 那我通常會擠兩下 兩下其實很奢侈 但是因為我覺得都買了 呵護你的臉 就是不要省了一點點 然後有差等於沒差這樣 可以看一下它的質地是這種 半透明的 然後一點點稠但沒有到很稠 然後它上面的感覺是非常的舒適 然後有一種緩解你臉部乾燥的感覺 我的保養是走比較簡單 然後要高保濕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的步驟沒有太翻炸 所以我乳液這個步驟 我也是走一個保濕為主 越單純越好 其實我這個夏天用的乳液 是理副保水的濕潤乳液 但因為我手邊剛好用完了 沒錯 它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是被我用乾了 所以我新買的還沒有拿到 所以我最近就是 還是嫌有我之前愛用的這個 OLED的保濕霜 為什麼我會選擇在夏天用 保濕乳霜這麼沉重的東西 是因為我之前買過他們的保濕乳液 但我覺得它的保濕乳液 比保濕乳霜還沉重 所以我自己在夏天的時候 我可以接受這一罐的保濕乳霜 就是我覺得它不至於到厚 就是用起來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它的保濕效果也是 就是非常的單純 其實之前在冬天的時候 我用這一瓶也是非常的夠力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好對我的胃喔 很久以前分享過說 這一罐治得了我的過敏 就是不是治療的關係 是它在我臉部超級無敵乾燥 然後有過敏狀況的時候 我用這一瓶乳霜 它是可以緩解我的不舒適 然後又非常的有保濕的效果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這一瓶 甚至在夏天的時候 我要用它也都可以 那我每次買它的時候 都是直接買100克的 因為它的50克跟100克價差其實沒有很大 而且它其實常常特價 所以可以去挖寶 這一瓶也是用了至少有 五、六瓶的 就是它超大罐 但又可以用很久 然後又很便宜 所以我會毫不吝嗇的用它 因為夏天嘛 我還是會擔心厚重的問題 所以我會擦得比平常少 冬天的時候 我是直接挖一大勺 然後直接抹在臉上 像抹面膜一樣 其實應該你們都跟我一樣 就是臉上乾乾的話 就會有那種緊緊不舒服的感覺 相信大家都不喜歡 那它推開之後 你可以感覺到 你的肌膚並沒有 因為它是乳霜 所以很悶 很厚重那種感覺 就是我覺得它吸收之後 是非常清爽的 那接下來就是恢復我的視力 因為我其實現在 完全就是素顏 然後大筋式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也看不太到 我的鏡頭錄了什麼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細水膠的隱形眼鏡 很適合我的眼球 就是戴起來很舒服 但是有些朋友會覺得說 細水膠的隱形眼鏡 對他們來說太厚重了 所以他們反而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是看每個人 眼球適應的狀況 喜不喜歡 然後喔不ok 那我自己常用的是透明片 然後是酷薄的 然後它是酷薄日拋 因為其實我之前都是用酷薄的月拋 可是因為我發現我月拋 我自己也洗不乾淨 然後常常也是眼睛紅啊羊啊 所以我就乾脆戴日拋 保養完成之後 再來就是化妝了 然後我現在來化一下 我每日的日常的妝容 就是最近的日常妝 那在開始之前 我先跟你們說一下 就是我的眉毛 你們可以緊看一下 我的眉毛本身有霧眉 是因為之前去海島的時候 想說方便 所以就先去霧了眉 所以會本身就有一點顏色 然後我還有接睫毛 我從很久很久以前就開始接睫毛了 就是大概也有四五年了吧 其實在接睫毛以前 我就不是一個很會刷睫毛高的人 所以其實我接睫毛以前 我都是貼假睫毛 就是那種整排的 自從就是接觸了接睫毛之後 就一去不回 就是沒有辦法再回到自己黏假睫毛 或是自己刷睫毛高的那個狀態 我的皮膚是非常非常乾的乾性肌 然後會敏感 就是 會過敏的那種敏感性肌 但我的皮膚本身比較薄 所以很容易會用紅紅的 然後 近看一下我的 皮膚的狀況 我其實有蠻多痘痘 跟粉刺會長在我的下巴跟鼻子 那我會長的痘痘 基本上都是那種紅腫的悶痘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是 必鎖性粉刺衍生來的 遠看的時候還好 但近看素顏的時候 會看得到這些瑕疵 那基本上我的臉頰跟額頭 是沒有什麼狀況 因為我的皮膚比較乾嘛 所以就算我剛剛其實做完了 保養的這個步驟 但我其實還是在妝前的時候 需要再做一個保濕加強的動作 所以我會先用一個保濕精華 然後就是先上在臉部 然後讓臉部維持那個濕潤的感覺 這樣後續比較好上妝 然後上妝也會比較浮貼 因為你本身膚況好的話 才不會一上底妝之後 就是那個斑駁乾燥都跑出來 保濕精華液是這一瓶 齊膚雷的那個保濕精華液 是因為我去年去日本買的時候 我買了非常多齊膚雷的保濕精華液 就是我把架上都掃光了 然後後來我發現 我把這一瓶放在我日常的保養的 步驟使用的話 我覺得它的保濕力沒有那麼強 它的保濕力是沒有辦法續航一整天 就是讓你的肌膚都一直有一種 就是很保濕的感覺 我會把它當作就是我 化妝潛的那種 急救的保濕產品 所以我妝潛我會先擦這個 迅速的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因為它非常的水 就是會流下來 你們看 哇 我覺得它是介於有點像 化妝水跟精華液的那種質地 就是它不像水那麼直接的水狀 但是它也不像凝露那種那麼稠 接下來就是擦防曬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習慣 就是因為我的肌膚比較乾 所以我妝潛需要一些就是有點像 呃... 乳液或者是精華液這樣的步驟 來讓我的肌膚比較好後續上妝 也比較有保濕度 所以我會選擇這種就是 有點像乳液狀的防曬乳 然後來做為我的妝前打底的部分 後續會上粉底液嘛 所以後面粉底液就會給我肌膚的顏色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去做一個 有點像潤色這個動作 因為很多市面上的防曬乳 或是妝前乳它是有潤色功能 但我會覺得說我真的不需要那個潤色功能 就是我需要的就是它沒有顏色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喜歡這一瓶 藍蔻的防曬乳 然後它是像乳液狀 而且我覺得它本身就還蠻保濕的 然後它擦起來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真的像你保養的步驟裡面就出現了乳液 就是很好推 然後很好吸收 然後又不黏膩 這個是我日常在用的防曬 就是如果比如說我今天要去海邊 或者是我需要在大太陽下曝曬一整天的話 我不一定會用這一瓶 就是我可能會用比較強的防曬乳 然後它還是非常的碎 一不小心就會擠很多出來 所以要小心一點 它是有點淡淡的米黃色的 也是蠻碎的 那臉部的防曬我之前有聽老師說過 就是 不是彩妝師 是那種真的實驗室的老師 他們有說 防曬乳啊 如果你沒有擦到一定的量的話 它是沒有什麼防曬效果 所以 你既然都買了防曬乳 不管它是貴還是便宜就不要浪費 給你們近看一下它推開的那個感覺 它就是真的很像保養品 然後擦起來臉上是沒有顏色的 擦起來是有一種淡淡的提升你的保濕度的感覺 讓你的肌膚不會那麼乾燥 然後 雖然它是防曬 但是它擦起來就是很水潤很舒服 然後它也是完全不會有什麼泛白 或是黏膩的那種 呃 狀況 可以去專櫃靠櫃摸摸看這一支防曬 它用起來真的不會讓你後悔 然後我的鼻子這邊有一點紅 是因為我昨天就是被蚊子叮的時候把它抓破了 所以 看起來有點像小丑很好笑 再來就是粉底液 那我最近很常用的是這一瓶 是我之前去上海燒在機場買的是 Giorgio Armani的設計師粉底液 之前有出一個新的系列就是跟它長得很像 然後是紅色LOGO的 那瓶主打的就是更無瑕 然後更實妝 可是因為我自己試用那瓶之後 我覺得有點乾 所以我就是還是買了就是舊款的設計師粉底液 蠻濕的 然後延展性很好 重點是我覺得它好薄好輕透 就是它上在臉上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種厚重的好像在推粉底面具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擦起來非常的 真的很像一層雪紡在你的臉上 它只要一點點亮就可以推整張臉 所以當初很喜歡就是因為我覺得 它真的很薄透 然後我喜歡用刷子上粉底液 是因為刷子比較不會吃就是粉底液 所以比較不會有浪費的問題 然後我很喜歡刷子推出來的那個粉底的妝感 跟海綿推出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這個形狀的粉底刷大家應該還蠻多人知道的 然後它還是這一兩年非常的紅 很喜歡是因為它的刷毛是非常的綿密 刷起來是很舒服 我覺得它刷起來是還蠻沒有死角的 就是都非常的好推 還蠻適合就是想要嘗試看看用刷具的新手 就是這個還蠻好用的 而且這支不貴 一支好像也是三四百塊而已 那我們來近看一下 Giorgio Armani的這支粉底液的感覺 你不覺得它在臉上就是有一種 很像Photoshop過的那種光感嗎 然後很平滑 然後它又不會很厚重 就是它擦起來真的很像一層 就是薄紗就是蓋在你的臉上 然後我的下影剛剛不是有素顏鏡拍給你們看 就是還蠻多一點一點的痘疤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有蓋掉六七層左右 單用這一瓶粉底液的話 就是遠看的話 那個妝感我覺得還蠻完整的 很輕鬆的場合 不太需要很整個很完整的妝的話 其實你單擦這一瓶粉底液也OK 不用再另外遮瑕 可是我自己就是會習慣說 就是把遮瑕都上好 就是盡量無瑕一點 那我就會選擇再上遮瑕膏 因為我希望保留護唇膏有一段時間 可以滋潤一下我的嘴唇 護唇膏如果直接擦 然後再直接上唇彩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點影響唇彩的質地跟它的顯色 所以我會在粉底液完成之後 就先擦一層護唇膏 第一很喜歡的護唇膏是這一支 Chifule的保濕潤唇膏 可是這一支我非常愛的原因是 它價錢非常的便宜 你們也知道 Chifule本來就是一個很平價的牌子 它除了價錢好入手之外 它的東西都不太雷 就是不會有什麼不好用的狀況出現 然後這支唇膏居然打敗就是 我自己超愛的 Chanel的護唇膏 因為我覺得它們兩支好像 我那時候用到這一支的時候 有一種嚇到的感覺 我以為我是在擦我自己那支Chanel的護唇膏 因為真的很像 你們知道有一些護唇膏或者是唇彩 它是會有一種添加風蠟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可能擦起來會有一種 好像一層膜包住你的嘴唇的感覺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我最喜歡用的護唇膏是這種 就是擦起來有一點點油沒有關係 但是又不是說像 真的像什麼 唇蜜那種油油亮亮的並不是 它就是有一個滋養的效果 通常都一定還會再上遮瑕 那我遮瑕就是萬年不敗的那一盤 IPSA的三色遮瑕盤 這一盤就是也是我大概用了好多年喔 就是每一次跟你們分享到遮瑕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分享這一盤 因為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然後這一盤的顏色其實是舊款的三色 不是新款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舊款的顏色 而且它其實一盤用好久喔 就是會用不完 我就是用最深的顏色然後均勻的點在我的痘疤上面 然後再把它點開 不要用推的喔 要用點按的 就是你這樣用點的就可以了 這樣完成之後我就會開始上粉餅 因為冬天的時候因為不太會脫妝 所以我都只會用蜜粉而已 夏天的妝容我一定會用一個 比較無暇的那種粉餅 來做一個最後的定妝的動作 因為夏天的時候真的非常容易你一出門 而且因為流汗然後或者是出油就溶妝 它的持妝效果會沒有冬天那麼好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我會比較喜歡用粉餅 來做一個最後的定妝的步驟 我會用這種大的蜜粉刷 然後刷上粉餅 然後均勻的拍在臉上 粉餅是這一盤 是YSL的超模具焦光感粉餅 我覺得這一盤的容量還蠻大 因為我已經買蠻久 但是我還用不完它 然後它擦起來的感覺是比較無瑕的 在粉餅界裡面我覺得算是遮瑕力還蠻好的 因為很多粉餅擦起來會很像就是 欸!粉粉霧霧的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遮瑕力 但是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遮瑕力的 近看一下我剛剛只有擦完Jojo Armani的時候 臉是比較有一點點光澤的 那我現在上了粉餅之後 它會有一點點霧霧的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就是它會有一個蠻漂亮的光感出現 就是不會像現在這樣這麼霧 臉上的底妝完成了再來就是眼睛的部分 雖然我有霧霧 但是我也是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畫眉毛的部分 那我的眉毛是因為配合我的髮色 所以我是霧一個比較帶灰的那種深棕色 所以它會有點灰灰的感覺 用的眉筆也是有點偏灰中 那我自己喜歡用的眉筆是這一支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山用眉筆是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因為它一支就是全包 它有眉筆然後眉粉然後它有眉刷 所以其實你不管是旅行 或者是你日常用都很方便 你不用就是準備很多盤 灰棕色 所以很適合我現在這個眉毛的顏色 跟你們分享一下就是 我不管有沒有霧眉 就是反正我之前的畫眉毛的方式 雖然已經有眉毛的形狀 是因為我會希望它可以再延伸一點 所以我會再往後幫它畫一點點 幫我霧眉的那個老師 他是覺得說素顏的時候不要太奇怪 所以它並沒有幫我就是整個霧到很後面很誇張的眉型 所以我自己需要妝感的時候 我就會再補一下我的眉毛 那我現在這樣框好了之後 我就是用眉粉補一下 比如說剛剛這邊有空隙嘛 因為是多畫出來的 所以通常會比較有空隙 我很喜歡這一支眉筆 是因為它的灰棕色很自然 不會真的太灰 那我自己會比較喜歡帶棕色感的灰色 就是不要完全是灰色 如果不是因為我四月要去海島的話 我其實這輩子我覺得我應該都不會去霧眉 因為我會覺得霧眉就是有一點像刺青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風險 你有可能會顏色殘留 你有可能會遇到就是跟你喜好不同的 就是修眉師 所以你可能會畫出來不是你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點風險 因為那個刺上去了它就是 就那個形狀啦 雖然它會變淡 但是我覺得也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變淡 因為像姊姊毛你還可以不喜歡隔天去卸掉 染頭髮你也染不喜歡顏色 你可以隔一個禮拜再去換顏色 但是就是霧眉毛是一個還蠻一次定生死的感覺 如果你有這個霧眉的計畫的話 我覺得就是還蠻推薦我的那個霧眉的那個老師 因為我覺得它霧得很好看 而且它作品就是百分之百我都是喜歡的 像有些人喜歡化妝 然後呈現不一樣的妝感 所以他也不喜歡眉毛是定型的樣子 所以就是看每個人的喜好 所以我覺得眉毛並不是說像接睫毛那麼必要 因為像我就覺得接睫毛一定是我不想要放手的事情 就是接睫毛是我的生命 我一定要有睫毛 那先跟你們說一下我的雙眼皮還是有點一高一低 是因為我的有一邊的縫線好像跑掉了 所以我現在這一眼會有點大小眼的感覺 現在我比較迷的是霧面眼影 但是因為我手邊沒有什麼霧面的眼影 所以我是用這一盤就是Maybelline的眉粉 因為它是霧面的 所以我就拿它的這兩個顏色來當我的眼影 雖然是眉粉 但是我覺得它擦起來還蠻意外的好看 就是我還蠻喜歡它那個霧霧的感覺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刷子上眼影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控制亮 因為用海綿頭的話很容易會超亮 現在用這個淺咖啡色打底 其實它的顏色並不會很容易太超過 就是你就算刷很大的量 它其實也不會很容易是過頭 就是用淺咖啡色的大範圍大底 它不是那種偏暖色系的顏色 所以我還蠻喜歡 個人是比較喜歡偏冷色系的大地色系 因為大地色系很多都太暖 那我覺得反而會讓眼睛有一種種種種的感覺 那我現在用中的這個深中色來上那個顏色的部分 這樣眼影的部分就完成了 我蠻喜歡這一盤眉粉 就是當成眼影用的那種感覺 還蠻好看的 那遠看的話眼影上完是這樣子 加強就是眼睛深邃的感覺 再來就是眼線的部分 我眼線也是萬年愛用 就是一直都沒有換牌子 我的眼線一筆是泰國的品牌 就是Misting的Maxi Black 畢頭真的非常的簡 然後可以畫出很細的很漂亮的眼線 我會那麼喜歡這支眼線液 是因為它不太會暈 然後暈的話狀況也不會很誇張 就是不會變成熊貓 然後它也不會結塊掉屑屑 掉進眼睛裡面 因為我之前用別的品牌的時候 有遇過這種狀況 因為我接睫毛 所以我本身其實就看起來有隱形眼線的效果 我的眼線畫通常都是畫眼尾的部分而已 就是不需要畫到整個全滿 因為其實你已經有接睫毛 你還眼線畫到全滿的話 它反而會有空洞的感覺 你會看到睫毛根不會更奇怪 那我這支很愛就是因為它的底尖很細 所以非常的好勾勒它的線條 而且一點點加一點點加 不太會失敗 這樣我通常就畫這樣一點點而已 遠看的話是這樣 通常畫眼線我會稍微對一下它有沒有平衡 那如果有一點點狀況的話 就是用棉花棒修 那你棉花棒可以沾一點化妝水這樣子 就是你就可以簡單的修整一下你的眼線 修完了之後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眼線畫好了個人的小習慣 所以我這半年其實也沒有很喜歡畫腮紅 因為我喜歡它一個很自然的感覺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沒有腮紅這個步驟 然後因為是日常妝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做打亮那些 因為我覺得那些是比較適合你需要很完整的臉 然後再來就是唇膏一定少不了唇膏 我最近很愛的是這支Mamonde的唇膏 這支本身的那個質感整支就是做的還滿漂亮的 顏色是05號 那它在影片上面看起來是比較偏橘紅 但是它本人就是一個桃紅色很漂亮的桃紅色 然後我很愛這支是因為它很便宜 我那時候請Jessica幫我買的從G-Maki上面買 重點是它不是只有便宜而已 它很好用 所以我才很喜歡它 這支擦起來的感覺是比較霧面的 但是它又有那個滋潤感 但是我覺得它非常的顯色 然後而且還滿持久的 我個人擦唇膏的方式就是非常老派 就是只有用唇膏直接塗滿 我平常的妝就是走一個就是 自己上妝很順手就ok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唇彩顏色 是不是真的讓整個人很加分 就是你整個臉會好像並不素了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就是沒有上唇彩的話 你會覺得欸這支常妝我怎麼好像 跟素顏沒有差多少 就是我不是在誇自己 但是就是我很多身邊的男生朋友都會說 阿你今天是沒化妝 我就會覺得所以你是覺得我的臉色很糟嗎 就是因為畢竟男生做的素顏 並不是在稱讚你皮膚很好這件事情 就是會覺得說欸你臉上很素很菜 可是我只要上了唇膏之後 就是那個整張臉的感覺就不一樣 就是你就不會覺得說整個人很沒有精神 這支就是我最近這麼愛的唇膏 我個人擦唇膏的習慣就是 我並不會依照季節去挑唇膏 像這個顏色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麼重的顏色是不是在秋冬會比較適合 可是我現在就喜歡這個顏色 我就知道現在擦 我就是喜歡擦一個自己喜歡的顏色 這支的顏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整個讓牙齒好像更白的感覺 這就是我的日常妝容啦 那我們現在趕快再去整理一下頭髮 雖然我的頭髮是直的 可是因為它的髮尾還是會亂翹 所以我還是會用電棒稍微捲一下 整理一下再出門 不然其實會看起來有點像剛洗完澡那樣亂翹的感覺 我頭上戴的這個髮枯其實是小咪的髮枯 因為它有在流那個油頭 它這段頭頂的頭髮是長的 那它平常的時候可能做運動或幹嘛 它的頭髮會這樣一直掉下來 所以它就叫我幫它買一個這樣子的髮枯 結果後來我發現這個髮枯很好用欸 因為我平常的時候可以這樣收起來 把它髮枯拿下來的時候 頭髮還能有一個漂亮的弧度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最近也是蠻喜歡霸佔它的髮褲來用日常整理頭髮的電棒式這一支 美髮店、美財行都會賣的那種電棒 那它的寬度是比較粗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在髮尾才不會做出一個太生硬的捲 那我平常就是會簡單的順一下髮尾阿或是瀏海 簡單的整理一下你比較不會看起來整個人很狼狽 然後很像剛睡醒一頭亂髮 電棒非常小心 我身邊好多同學就是電棒沒拿好 然後掉到大腿上 然後燙出一個洞 就看了就覺得很心疼 因為那個疤不會消 平捲就可以了 然後平平的燙一下 因為它溫度夠高的話 其實燙一下就好了 不用放很久 因為這樣其實蠻傷頭髮的 捲好了 大概在尾端就是順一個彎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看起來就是 比較不會說就是好像你今天有點披頭散髮的感覺 不過瀏海就只有這樣而已 好少喔 瀏海的部分我會直接向下 然後一樣是用這樣 電棒 平捲 尾端這邊燙一個彎度 這樣 輕輕的就好了 一下就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燙呢 因為其實我的瀏海 並沒有特別分哪一邊 你們不覺得我們有時候這邊有時候這邊嗎 往前平捲的話才不會說我分哪一邊 哪一邊會是亂翹的狀況 就是兩邊都是ok的 就是它會有個彎度 然後是很好看的 你有一個彎會覺得好像 你今天有打扮的感覺 會更加有精神 所以這就是我日常的造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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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頻道 把它放在這邊 那謝謝你們的訂閱 然後還有留言 都很歡迎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